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二元年2月22日 星期二的收市转转 掌握陈宇提和大家总结港股却分 俄乌局势月趋紧张 港股今天再大跌650点 恒指列口低开477点 开市同时跌穿24大关和50天线 全日最多大社833点收购23,520点 下跌650点 跌2.7% 国志收购8,270点 下跌185点 跌2.2% 科智低建5160点指数成立以来低位 收购5,226点 下跌100点 跌1.9% 大社成交公额1469亿 掌握股份集体走低 港家所见416元52周新低收购418.2% 跌2.9% 有帮下跌3.9% 本定日行股份当中 汇空派1.8美元第二次股息 并且计划会进一步回购最多10亿美元股份 收购56.4.5% 跌3.6% 恒生方面去年小赚超过1.6% 全年派息按年减低7.3% 股价建一个月新低收购149元 急跌一成 科技股份年受到打击 腾讯小米分别下跌0.1% 以及3.3% 阿里下跌3.1% 京东跌3.4% 美团见过166.8 52周新低收购171.3 大跌5.2% 微盟遭踢出科智成股份年下跌 今日见过5.13元52周新低收购5.26元 现在跌7.9%在蓝筹中占底 燃气股份集体受压感 见到天龙燃气配股 股价建一个月新低收购7.08元 急剩超过26.6元 另外新路能源一个月低位收购109.1元 大跌近1.1元表现最弱势的蓝筹股 至于港华、中国燃气、华润燃气跌4.6% 至6%不等 今天的收视角Round 先到此 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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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